讲这个福费双修 我敢这样子讲 我这一次好像费是没有 但福好像也不少 我这一次照样也是一样有修 我敢跟大家保证 我以后再转一百次 每一次都是富翁 吃喝永远是吃不完 喝不完 也睡不完 也玩不完 今天跟大家讲说 我以后一百次通通都是富翁 没有证据 那讲不晓得真的还是假的 不过我今天跟大家讲 就讲这一次的给大家看一看 稍微看一看 最近呢 有两位弟子 他都送给我房子 耗死了 第一个就是果贤法师买了那栋17万的房子 他在电话里面就讲说 送给上师好了 供养上师好了 我这一天空中掉下17万了 应该讲起来我是非常的乐意接受才对 但是我又回想起来不得了 法师是叫我去给他割草 每天要去给他看他的房子 要给他洗地毯 给他擦窗子 这个我不敢 所以我在电话里面当场记决他的好意 我不要他的这一栋房子 这是第一栋房 还有第二栋 这个香港的刘上师啊 他在香港延南 这个锦绣新村 这个栗芝西路17号 给我买了一栋房子 那我打电话问他 你已经买了没有 他说已经下定金了 他意思就 就说下定金已经决定 这栋房子是你的啦 反正你什么时候搬来住都可以 不过他跟我讲 这几天啊 你要找一个时间飞到香港来 撒影啦 要签啊 签企业 变成你的 你要签企业 实在讲起来 我一听说要飞到香港我就很累了 我跟他讲说 你帮我签好了啦 他说不行啦 将来 这个签啊 这个刘上师的名字 将来要变成我的名字 还要一千块钱美元的 这个好像是说 所需费啊 还有什么费用啊 一千块美元 所以这个刘上师的这一栋房子啊 给我增加了很多麻烦 我到现在还没有看 还没有看到房子啊 那已经就有麻烦了 还要飞来飞去 将来 能不能去那边睡个一两天都成为问题 我跟刘上师讲 反正啊 怎么办 你想怎么办 就怎么办 我不愿意去 好啦 人家给你两栋房子啊 现在呢 人家还给你买车子啊 除了这两栋房子以外啊 啊 上师官岛有一栋房子啊 这个印尼有一栋房子 马来西亚有一栋房子 我一个人怎么住得了 我假如一个人能够变成五六个人 可以去享受这个房子 现在不能变成五六个人 只有把被房子赶出来 啊 人家在香港 给你买一部这个 Civic的那个Honda的车子 他说还是那个 像美国一样的 这个自动台打 这个Civic 那车子也买 不过这些都是很麻烦的事 还有呢 啊 上师本身的福报 还不只是房子跟车子 还有工厂 在马来西亚跟香港 有好几家的工厂的董事长 你说是谁啊 工厂就是我的名字 啊 我只有分红利 负债不管 他们讲说用工厂的董事长 用我的名字 就会赚钱 啊 我在香港的印刷 印刷厂 有一家印刷厂 啊 两家纺织厂 在马来西亚有鞋厂 有橡胶厂 还有呢 更妙的还有 就是说 钱都也麻烦 人家写遗属的时候 把你的名字也列进去 啊 他的遗属里面 他讲说 哎呀将来 我死了以后 不是我啊 他说我死了以后啊 我财产的六分之一啊 要给儒生宴上司啊 那这个数目我不敢讲出来 因为讲出来会绑跳 我现在搞不清楚 我现在到底有多少钱 但是呢我虽然有那么多的钱 但是我没有看到钱 我就把它想成 这个就是 天上的福报 在天上 啊这些钱 不是我自己努力去做生意 去赚买的 啊 都是天上掉下来的 啊 关于写这个遗属的啊 还不止一个呢 有三个 这个 上司只能够帮他们 这个求寿啊 寿命长一点 否则我将来 被这些钱压死 那有这些钱 其实 真的也是很烦恼 因为我们要想计划 这些钱怎么用 有我的头发都白了 所以 啊 这个福报的问题啊 我们只要刚刚好 啊 刚刚好 就差不多了 不要有太多 真的很烦恼 那关于这个修费方面呢 我是认为我自己本身 啊 支费很 平庸啊 平庸就是中等 不过也是靠我自己 好像苦修啊 苦苦这样子修行 啊 啊 每天很努力的做事情 啊 很努力的求知事 很努力的修法 去得到 啊 啊 智慧跟福 我认为我这个福报 是从智慧那里所产生的 啊 啊 以我这样子很 啊 啊 写书 然后 再去求智慧 好好地修法 啊 再写出书来 这样子 才能够得到 这样子的福报 智慧跟福报之间 今天也是 互为因果 啊 我们今天 其结果 还是要福慧 雙修 也就是 智慧 跟我们的福慧 都要修的 今天 啊 上师在每天修法当中 也是一样福慧 雙修 所以我敢这样子 说 我这一次的修福 跟修慧 我们不要论慧 我可以一百世 可以当一百世的福慧 因为啊 你只要修法有成就 你的观想 都会变成事实 你看我刚刚观想 前几次刚刚观想 这个房财神的吐宝鼠 吐出两栋房子 他就跑出来两栋房子 那观想跑出车子啊 他就跑出车子 啊 最近我观想 那个房财神啊 他自己跑出钻石出来 那最近我准备一个钻石盒子 准备装那个钻石 啊 我相信有人已经在做钻石了 我不要讲 是谁 啊 上次我们讲这个阿弥陀经啊 讲 如是我闻 这四个字是有典故的 这后面有讲到啊 如是我闻 这四个字啊 是释迦摩尼佛 在他涅槃以前啊 这个阿弥陀尊者去跟他问四件事情 其中有一件就提到这四个字 那这四个字呢 第一个阿弥是问他 啊 四尊在日啊 依四尊为师啊 四尊灭后啊 依谁为师 啊 第二件阿弥问四尊 四尊在日啊 依四尊为主 四尊灭后 依何为主 第三个 问题是 四尊在日啊 恶性比丘 四尊调谱 四尊灭后 如何调谱 第四个问啊 四尊一生 首说言教 断意当来啊 礼意解己 唯精手 安之何以 那 释迦摩尼佛回答这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是说 四尊灭后 以戒为师 啊 戒就是戒律啊 像我们现在一样 这个真佛中 有真佛中的这个戒律 其实真佛中的戒律 跟佛教的戒律 是一样的 第二个问题 是 以四念处为处 这个四念处呢 就是 四 就是一关 身不尽啊 二关 受是苦啊 三关 心无常啊 四关 法无我 以这四种观念为主 就是成佛的种子 这个第三个问啊 释迦摩尼佛回答 恶性比丘啊 以默兵自知 所谓默兵啊 就是 沉默 用沉默来对峙 那第四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 经手的 经手的如是我闻的问题 他说 经手阴影 如是我闻啊 这 如是我闻 四个字的意思 就是 表示啊 这个 佛 佛 切切切实实 所讲的 这四个字 如是我闻 就是佛 切切实实 所讲的 叫人家 要 深信 接受 这地方 也要稍微解释一下 四念处 这个观深附近 就是要经常想想 自己的身体 本身是不亲近的 自己的肉体 自己原来的身体 都是不亲近的 要常常想 我们在这世间 都是受的 都是苦多于乐 就是痛苦啊 多于快乐 你们 大家也可以想一想 上师 都快一点 都快要被全压死了 还是很痛苦 第三点啊 要观心无常 就是经常要看看自己的念头 其实自己的念头 永远在那边转变不停啊 永远没有安静的时候 第四个观点啊 就是观法无我 这个观法无我 这一点很重要 就是要把自己 在修法当中 把自己都要忘掉 因为只有做忘的时候啊 你才能够寻导到真正的自我 你实实为了这个我在修法的话 得到的智慧 是属于个人的小智慧 跟个人的小福分 你修法 修到自己已经变成了无我的状态 你就可以跟众生结眼 你把你修行的法 像奖金一样分给了众生 这是一个秘密 因为你修法不是为自己修 而是为众生修 众生都欠你的钱啊 我告诉大家这个秘密 几百事可以当富翁 就是因为你修法给众生 几百事的众生 通通欠你的钱 怎么你不当富翁也不行啊 所以释迦牟尼佛没有讲清楚 这个观法无我 是第一的大法 不为己修 为众生修 你就是富问无穷 这里面有秘密的 大家好好修法 福报无尽 智慧无穷 你一个人可以有几百动方法 不过心不要太贪 因为你晚上只能够睡一张床 以前很多富翁讲 他说他小时候割草 这边割到那边 这边草都已经长出来了 所以啊 这个富翁 真的有富翁的烦恼 穷人家也有穷人家的烦恼 最终一句话就是说 有钱的烦恼 比没有钱的烦恼好一点 希望大家都有有钱的烦恼 我妈的被人家 我妈的被人家 以后期见到 在这里面有一个 我妈的被人家 我妈的被人家